蕉原蛋白是皮肤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 能够帮助皮肤细发再生 保持皮肤紧致 并让您幻发年轻光彩 有些人认为 蕉原蛋白是将所有物质粘合在一起的胶水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所产生的蕉原蛋白越来越少 因此皮肤变得松弛失去了弹性 导致皮肤干燥和出现皱纹 就让我们先了解蕉原生态和普通的蕉原蛋白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胶原生态简称CTP更优秀 因为 CTP是胶原蛋白的最小单位 由三个氨基酸组成 那就是Glycine Proline Hydroxyproline 胶原生态的分子量 比普通的胶原蛋白小高达600倍 又比水减胶原蛋白小12倍 一般的胶原蛋白体积太大 无法被身体吸收 例如水减胶原蛋白 大约30至100个氨基酸链条组成 接下来的画面显示胶原生态 与普通的胶原蛋白相比 究竟哪个能直接快速的被肠道吸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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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